搜救人员在吴州市滕县滕州镇四望村压塘组一龙田 发现一个疑似飞机残骸碎片 长度约1.3米 最宽约10厘米 离事故核心现场约有10多公里 截至今天下午16时 共搜寻到遇难者遗物21件 飞机残骸183份 和部分遇难者遗体残骸 以移交调查工作组 而相关单位目前是已经确定 这个事故的主要撞击点 同时已经巡获了部分飞机残骸 包括发动机的叶片 还有涡轮残件 发动机的吊架残件 那么左右侧的水平尾翼残件 等等的机组零件 此外调查人员也仍在现场 全力寻找第二个黑盒子 那么记者会上也提到说 目前已经有200多名的 这个罹难者家属 前往事故现场 而登航还有大陆官员 也将会对所有罹难者家属 进行一对一的慰问 并且成立资讯统计的专案小组 收集更多跟这些罹难者家属 所有的诉求 推进你这一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放在家里面 其实也都不占地方 而且你的三分钟 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一瓶的电解液 就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中天有独家的观众的好康 你可以上快点购